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SM代表公开咀嚼了伊苏曼 而面对亲侄子的指控 伊苏曼觉得很心痛 并表示很多事情都不是事实 但是今天,地社再次给伊苏曼一击 曝光了伊苏曼23年来的恶心 因为地社报道的内容非常非常长 所以就快速整理了一下重点 地社表示,伊苏曼涉嫌职务侵占 涉及的金额高达7443亿韩币 从1999年SM计划上市开始 伊苏曼为了实行有偿增值 就从公司拿钱用来买股计 对此,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人士表示 增值就是把外部的资金投入到自己公司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钱进入到公司 只是把公司的钱拿出来 重新投入到公司里 这像是为了吸引投资的一种欺骗行为 更像是诈骗 而在2003年的时候 伊苏曼就因为挪用公司资金11.5亿 用来购买股票等 被检方调查并判刑了 之后也导致SM多次被国税局调查 这几年SM的利润率一直不是很好 但是包括这次举职伊苏曼的SM代表在内 李世门领的薪水都是业界最高 然后就是伊苏曼利用自己设立的个人公司来客机会 以及香港的皮包公司 持续收取SM总收益的6% 从设立SM开始的这23年来 伊苏曼一共从SM夺走了7443亿很币 在滴社的报道之后 有2-30%左右的网友们表示 伊苏曼在挪用公款的时候 在身边护航一起获得利益的SM代表一层属 为什么突然背叛伊苏曼 而7-80%左右的网友们表示 你们认为我们是因为伊苏曼的人品在姻缘他吗 我们是在姻缘任何想要斩除伊苏曼的一方 也就是说 韩国网友们大部分的反应都是 希望伊苏曼不要再参与SM的所有制作 对于滴社队伊苏曼的指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最新一集的选秀节目 Boys Plany中 因为几位中国列席生排挤另一位列席生 而引起了很往的争议 在16号播放的Boys Plany中 局队成员们选韩文流利的 Nakind的列席生作为队长了 然后在Nakind的用英文说 K队目前进行得很快 我们也赶紧分配Party Bar后 中国国际的Christian Licky称奸于列席生们 开始排挤Nakind 他们用Nakind听不懂的中文对话 排除队长开始讨论分配Party Nakind试图用英文持续沟通 但是Christian只是用英文说了一句 不要太急 继续使用中文再讨论了 结果Nakind在与制作组采访的时候表示 希望能跟身外队长的我多多沟通 但是又不好好回答 真的很郁闷 第一次遭到这种情况 真的很伤心后 流泪了 在节目结束后 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这种排挤如果是在学校 就是校园霸凌吧 应该要有所处置 我们国家对这种事情非常敏感 这是在全国都不放的 还能这么堂堂正正的这样 要拿到投票的孩子们 在节目里光明正大的这样 是脑子不好还是在演戏 或者是人品真的很糟糕 Girls Planning的时候 很多女练习生们 也因为这样都被淘汰了 在推特说 除了Christian之外 其他人都是因为年纪小 不敢跟哥哥们说 但是努力想要使用韩文 我个人也是觉得这样 所以有看这个节目的大家 又觉得怎么样呢 再看这个节目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